以前想要获得18-300mm的焦段 至少需要买两个富士的变焦镜头才能实现 直到腾龙宣布进军富士卡口 打头阵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大范围的变焦18-300mm 对于这种覆盖范围极广的镜头 我们都亲切的称呼它为一镜走天涯 对于这种镜头 其实我并没有太多的期待 因为众所周知大变焦的镜头 它的画质一向来说都不怎么行 但是作为富士用户 多个品牌来给咱们做镜头了 多个选择确实也是个好事 我也很好奇 当年那个熟悉的老品牌 现在做的怎么样了 和自己原油手上这个70-300mm去对比的话 它会不会要更方便 毕竟价格上它还便宜了100块 而且焦段的选择要更多了 今天我就来帮大家测试一下 在画质和对焦上都是一个怎么样的实际情况 它呀到底行不行值不值得买 和我手上原有的这个富士镜头去对比一下呢 咱们就个手答案了 腾龙呢 早在2021年9月啊 就放出消息 说要推出自家第一个富士卡口的镜头 可是呢三个月过去了 马上可就要2022年了 能买到这个镜头的人呢 寥寥无几 不知道是饥饿营销还是生产出了问题 总之呢 是掉足了胃口 我这个呢 是从Lens Rental这家公司租的 到货第一时间的这工作人员呀 他就联系我了 并且把镜头给寄过来了 估计呢 我是在他们那里边 第一个租用这个镜头的人吧 所以呢 本次测试应该不存在镜头损耗太大了 跑焦等等一系列问题 咱们呢 姑且就算是 它是一个全新的开箱首次使用吧 看到这个镜头的焦段呢 不难产生和富士原厂 刚刚推出没多久的这个70-300去做对比 那这两只镜头啊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虽然同样都是浮动光圈 但是富士70-300呢 它比这个腾龙的18-300 大了三分之一档 富士在70毫米端 最大光圈呢 是F4 腾龙的是F5 300毫米端呢 富士是F5.6 而腾龙的是F6.3 这个区别呢 体现在同样的光线下 富士的快门速度为25分之一秒 而腾龙的呢 会降低到15分之一秒 它们的区别其实也是很小的 在镜头的设计上呢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腾龙18-300呢 它是没有光圈环的 也就是说 它不能像咱们平时 用富士镜头的时候 直接在镜头上 就能调整光圈的数值了 那装上这个镜头之后呢 会默认为自动光圈模式 注意看 这个光圈数值 它是白色的时候 就说明此时是在自动模式下 那左下角呢 也提示当前是P模式 那这是富士用户 以前不经常接触到的问题 现在咱们调整光圈的时候啊 需要使用前波轮去设置了 等这个数值变为蓝色的时候呢 就切换到手动光圈模式了 左侧也提示为 此前为A模式 在这一点上呢 我感觉啊 用惯了这个富士的原厂镜头 甚至是一些富厂的手动镜头 都是有光圈环设计的 那这突然没有了呀 还真是有点不适应 光圈环说实话 可是我喜欢富士相机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另一个使用习惯上的区别呢 是腾龙的变焦环 和对焦环的位置 和富士的镜头刚好相反 那这在握感上呢 让我感觉到不是很合理 通常呢咱们都是这样握住镜头 然后变焦 用食指呢 去转动对焦环 可是这个腾龙18300呢 它在对焦的时候 是拧前边 然后手呢 要退回来 在后边对焦 那这在使用广角端的时候啊 还好 但是如果用的是这个 300毫米端的长焦端呢 就有点失去平衡感了 那这个设计呢 是目前来说 我认为比较不合理的 或者说不太舒服的地方 为此呢 我也做了一些调研 发现这种设计呢 也不是空穴来风的 很多300毫米以上的 超长变焦镜头啊 都是这样的设计 但是那些镜头 它的体积呢 通常都比较的大 可能考虑到变焦的时候 手的跨度太长了 会不方便快捷操作 那对焦环放在后边呢 会离着近一点 但是放在18300 这个体积的镜头上啊 用起来就显得 这左手特别的忙 操作呢 略显得不太顺畅了 这两只镜头呢 它的锁定键 都只在收回变焦筒的时候呢 能够被打开 主要的用途啊 就是挂在脖子上的时候 避免镜头筒呢 会自动的向下滑落 腾龙18300呢 它是需要手动开和关 这个锁定的 而富士70300呢 可以在变焦的时候 自动就解锁了 不耽误快速的抓拍 所以相对来讲呢 富士的这个设计 要更方便快捷一些 如果呢 您现在手上 已经有了70300这只镜头 千万不要忽略它的一个 隐藏价值 那就是它可以使用增距镜 未来的拓展性呢 要更强 当您想要更长的焦距的时候 只要花很便宜的价格 买一个增距镜就可以实现了 而腾龙18300呢 它是不支持这个增距镜的 300毫米呢 就是它可以达到的最远焦段了 在功能设计上呢 富士70300 它有一个5米到无限远的 这么一个对焦范围限制 这样呢 可以加快在超长焦的时候 它的对焦速度 完全忽略80厘米到5米之间的 近距离物体 这在拍摄近距离有干扰的时候呢 会比较的好用 比如说您隔着草丛 拍对面的动物 那就可以忽略前面5米内的草丛了 而跨度更大的这个腾龙18300呢 它是没有这个对焦范围限制的选择的 按照惯例啊 咱们还是先来看看它的缺点 那如果这些缺点都可以被接受 咱们再来看画质 然后呢 您就可以考虑买是不买了 拿到这个镜头呢 第一感觉 我就是觉得它这个材料有点一般 18300它这个外部呢 是采用磨砂质感的涂层 遮光罩 塑料感很强 我呢 也就带出去过两三回吧 感觉就有点磨花了 70300呢 采用了富士一贯的这个亮面涂层 遮光罩呢 也比较的厚实 总体来说 这两个都不难看 但是如果您这么拿在手里去对比呀 就会感觉腾龙的材质呢 会略显廉价 包括这个变胶环橡胶材质的部分 能不能禁得起长期的折腾 在这里呀 打个问号 虽然这两个镜头呢 都带有防尘防水的外观设计 但是腾龙这个呀 它的变胶筒呢 采用了两段式的设计 我呢感觉这个接口数呢 好像特别容易进灰 那这也难怪 为什么我开箱之后啊 就在它这个镜头里边 发现一粒灰尘了 所以在密封性上呢 我也对它有了一些顾虑 进灰这个事吧 其实也是挺普遍的 我这个1655早不就进灰了吗 也没影响使用 这都好几年了 但是啊 如果您刚买一个新镜头 一开箱就看见灰了 那这确实会让心情不太好 买东西送礼品啊 咱们会觉得特别的开心 唯独买镜头送灰尘呢 就觉得自己特别的亏 在照片的对焦速度上呢 这两个镜头的表现呀 其实都差不多 快速变焦到最远的300端的时候呢 富士70-300的响应速度要显得更流畅 啪一下就对上了 而这个18-300呢 会先模糊一下 然后才对焦 所以呢会显得稍显迟钝 但是呢 从半按快门 到最终成功对焦的这整个过程呢 这两个镜头都没有出现 拉风箱对不上焦的现象 在抓拍鸟这种高速移动的物体时啊 18-300它这个300毫米端呢 拍摄响应的速度呢 有点慢 基本上呢 就是飞着的鸟都很难追上 况且呀 这两只镜头 它的光圈呢 在300毫米端的时候都比较的小 所以这一点呢 它就比不上恒定光圈的那些边角镜头了 所以在阴天光线不好的时候呢 ISO呢 就要用到很高 所以自然呢 噪点问题就又来了 这两只镜头呢 都是采用的线性马达对焦呢 非常的安静 所以呢 它们也适用于拍摄视频 在拍视频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一个问题 如果在故关闭人眼识别的情况下去拍摄风景 那这两个镜头啊 全都翻车了 没法自动对焦 变焦后呢 根本就找不到 最后啊 索性它们俩人都不工作了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人眼识别功能给关了 对焦的响应速度 这两个镜头呢 都差不多 需要反应个几秒钟 但至少能够自动识别 并且对焦成功了 所以说呀 不拍人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想着把这个人眼识别功能呢 给关上 打开这个人眼识别功能啊 用70毫米和300毫米端呢 我分别测试了一下根焦的效果 那这两个镜头的表现都很不错 并且呢 在天气不太好的情况下 不仅可以准确的识别和对焦到我的脸上 而且呢 也没有出现拉风箱 或者是抽搐的现象 这两只镜头呢 同样都是没有外置的防抖开关的 那需要在相机菜单当中去设置 富士相机会自动识别防抖组件 来根据情况呢 判断是否要启动防抖 来提高稳定性 降低拍虚的几率 那这在之前我对比70-300和100-400的时候呢 咱们就测试过了 在使用长焦镜头的时候啊 有的时候快门速度下降 在三角架上仍然需要打开防抖功能 这样呢 可以很有效的减少拍虚的几率了 但是啊 我感觉这个18-300呢 似乎不太行 或者说它这个机身识别的结果呢 并不是很好 在使用三角架打开防抖的情况下呢 快门速度为六十分之一秒 并不是很低 但是啊 仍然出现了拍虚的现象 那这在富士70-300上呢 还真不多见 我试过这个手持70-300拍摄最低的快门速度是三十分之一秒 那就更别说去用三角架了 所以呢 我会觉得这是富士相机之间的匹配度问题 不如这个富士原厂的镜头要好 那不知道大家在用的时候 有没有这个感觉 那在防抖的机身上去用它 会不会要好一些呢 腾龙18-300这个镜头呢 有个很有趣的功能 我认为呢 它也是它的最大卖点 那就是微距功能 在18毫米到100毫米的这个焦段之间呢 它都具有这个微距效果 可以在很近的距离去拍摄 并且呢 获得放大的效果 18毫米端 甚至可以贴着被拍摄的物体 那这个时候这个遮光罩啊 可就起到保护作用了 否则我当时就直接把这个镜头贴到大石楼上去了 这个距离啊 真的是非常的近 当然呢 随着这个焦段变长 最近对焦距离呢 也就逐渐的变远了 但是相比其他的镜头来说 它仍然是可以在很近的距离去拍摄的 而且这个画质效果呀 还真不错 除了18毫米端的边缘画质 有点差以外呢 35到100之间 它的画质啊 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 这个就相当于多了好几个微距镜头啊 您要是喜欢拍点小昆虫 小植物什么的 那这可就太方便了 这个微距功能呢 可以说是我对这个镜头最喜欢的一点 你要知道70-300它的最近对焦距离呢 是83厘米 而这个1655啊 它最近也要30厘米才能够去拍摄呢 如果您想要拍点微距呢 还得单边再买一个微距镜头才行 现在呢 这个镜头的缺点和优点呢 咱们心里就都有数了 就差看看画质到底能不能及格了 这一次呢 咱们逆向从焦段最长的300毫米端开始对比 因为它呀肯定是画质最差的焦段才对呢 因为这两个镜头呢 它们都是浮动的光圈 并且最大光圈也不大 其实呢 我在平时用这个70-300的时候 大多数时间都是用它这个最大光圈去拍摄的 所以这次呢 我最关注的就是这两只镜头最大光圈的对比 在300端的画质啊 可以说左侧腾龙呢 显得非常的肉 物体边缘的立体感不强 细节模糊到几乎看不清楚 那颜色呀 好像也比富士的70-300呢 要显得稍微的有那么一点暗淡 200毫米端呢 略有改善 但是啊 也没有好太多 仍然不如这个富士70-300的表现 在100毫米端呢 也是同样的问题 像这样 纹路比较多的位置呢 在腾龙18-300上去看 就觉得特别的模糊 那几乎呢 就看不清楚它细处的那些线条了 比到这里呢 我就有点不忍心了 觉得是不是自己没关防抖 拍虚了呢 换了个角度呢 我又拍了一组 对比了一下 还是同样的结果 那即便是光圈F8 腾龙18-300的画质呢 仍然不如富士的70-300 那只有在100毫米端F11的对比当中 这两个镜头的画质呢 看上去比较的接近 那除此以外 所有100毫米以上的长焦端 腾龙18-300都没能赢过富士的70-300 以上的长焦端对比结果 在您的意料之中吗 咱们呀 接着对比中焦端的画质 腾龙18-300呢 在70毫米端的画质啊 就开始变好了 没有长焦端那么软了 颜色和细节呢 也开始正常了 但是呢 如果去对比极其微小的细节呢 不难看出 富士70-300的70毫米端呀 仍然略胜一筹 接下来的对比呢 就没有富士70-300什么事了 只好拿出我手上这个 16-55来做对比 由于腾龙18-300在广角端的光圈呢 为浮动3.5-5 所以我设置了这两个镜头都有的F4.5 50毫米和35毫米焦段下的对比啊 可以说画质相差无几 基本上呢 是一个水平线的 放大到400%呢 才能看到微小细节上的细微差距 但整体来说呢 腾龙18-300的表现呀 已经相对来讲非常好了 到了18毫米的广角端呢 18-300呀 再次回到了画质偏软 细节模糊的状态 但您要说它很差吗 和我这个富士10-24的18毫米端 去对比一下呢 就知道了 在光圈F11下呢 腾龙的这个18毫米端呀 显得是如此的清晰 这两个镜头边缘即变呢 都很不错 再看看10-24的老问题 两边的画质啊 依旧惨不人读 这呀 还是中间的焦段呢 并不是10和24两端的焦段 那跟这个10-24这么一对比呢 您是不是觉得这18-300呀 其实还行 通过对比呢 可以看出腾龙18-300 它在100-300毫米的长焦端呀 都远远不如 富士70-300的画质 只有在100毫米F11下 才能勉强的去拼一拼 而这个35-70的这个中焦段呢 是它的强项 这段的画质啊 表现得非常不错 甚至于我都觉得赶上我这个1655了 而这个焦段呢 其实平时呢 也是您用的比较多的 尽管18毫米的广角端呢 不是特别的强 但是啊 它也不垫底 偶尔拍摄一些大的场景呢 我觉得还是够用的 经过以上的对比测试 相信大家已经对这只镜头有了概念了 那如果您对画质要求真的很高 那它确实不太及格 但是我又变换思路去思考了一下 有这么几种情况 也许呢 您可以考虑一下它 比如如果呀 您不想带很多镜头去旅行 甚至说是徒步 爬山 想要减轻背负的重量 那么这个镜头确实可以做到 一镜走天涯 拍到总比错过强 那它呢 让您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少一份顾虑 但是必须要考虑到的是 它的体积其实并不小 不属于便携类的设备 那再者呢 就是懒得在户外去换镜头 这个呀 我确实有很强的体验感 特别是想要拍摄一个画面的时候 发现现在相机上这个镜头 要么不够广 要么不够长 只能低头 找地赶紧换镜头 等换完了呀 黄花菜都凉了 眼前发生的一切呢 早就已经错过了 那么这个大变焦的镜头啊 确实可以解决这类问题 除此以外呢 我倒是觉得摄影初学者 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 这个镜头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毕竟这一个镜头的钱呢 可以替代至少三个镜头拍出来的效果 越是初学者 我呢越建议您去购买变焦镜头 那刚接触摄影各种的题材 您肯定都充满了好奇 想去尝试拍一拍 玩的时间长了之后呢 自然就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了 这只镜头从微距到超长焦 除了大光圈您感受不到 可以说它覆盖了日常所有的拍摄需求 变焦镜头对于初学者来说呀 可以让您很好的了解 不同焦段都有什么特色 在拍摄的时候都有什么不同的规律 初学阶段体验和感受呢 可以扩大您的支持面 我呢认为还是很有必要的 难道您会天真的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买第二只镜头吗 进一步的深度了解了之后 您才能更好的为自己选择第二只镜头 当然了 在选择这只镜头之前呀 还是要接受它的画质 没那么好这个事实 画质和什么事啊 咱就只能选一个了 其实每只镜头呢 都有优缺点 适不适合自己呀 就只有您自己才清楚了 您看我们也经常兴高采烈 买了一新镜头 用了一年才发现 它的缺点呀 我是真接受不了 那能怎么办 那就分手呗 没这么大不了的 卖了买新的 勇于尝试 咱呢也勇于说再见 特别是刚开始玩摄影 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 有些学费呀 还是得交的 玩得开心就好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迪 如果呢您也喜欢旅行和摄影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好事吗 好事吗 我本来就会儿子 最后也会儿子 嗯 好事吗 好事吗